昨天20点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文一号探测器顺利完成地火转移段 第四次轨道中途修正 以确保后续按计划实施火星捕获 截至目前 天文一号探测器已成功完成 四次地火转移段轨道中途修正 以及一次深空机动等轨道控制 确保探测器在预定轨道准确飞行 为后续顺利进入火星轨道奠定基础 此前天文一号在距离火星约220万公里处 获取首幅火星图像 图中火星阿西达利亚平原 克律塞平原 紫武高原 斯基亚帕雷利坑 以及最长的峡谷水手谷等标志性地貌 清晰可见 截至目前 天文一号以载轨飞行约197天 距离地球约1.84亿公里 距离火星约110万公里 飞行里程约4.65亿公里 探测器各系统状态良好 计划于春节前夕 实施进火制动 进入火星轨道